各位男人的鄉親 大家好 我是陳美娟 歡迎收看今天五月二十五號的南島新聞 三月根開始 在自來水公司就落修來換新的講座 維持自來水的品質 不過這個換講座的工程 那是自生南島市中南路二大交通大亂 警察在無通地附近自庫之下就來停水 讓這幾面是萬三連連 整個南島幹部座也表示 會到自來水公司的工程進度 讓民眾的生活可以來掌握回合掌聲 最近上下班是經過中南路二大 就是在高通大八角的經驗 而且主邊的祖父 竟然是在剛才剛才來的停水問題 小英教科連天相當的無奈 我們這邊有幾幾百的 好像剛才開始了 他把我們切回去 切回去之後我們吃的都沒有水 所以我們這邊整排生意都不可以做 切到沒有水的話 你應該要用個水車嘛 水車的話你白天人也可以用 自中三位婚以來 自來水公司為了要換 用了四十幾年的自來水流鼓工程 第二南島市的中南路二大開始時間 但是因為沒有自身通地附近機民 除了做新高通大八角以外 竟然是來停水做工程 附近的機民也是最大的無奈 雖然知道這個工程是為了大家用水的品質 像有機民也表示 但是如果知道要停水來時間 可以先出去吃土 但是都沒有通知 請到停在停車場 在威勞也沒辦法出來 他這個時空他也盡全力在搶快 因為每天南投很多人沒有水塔 他停水 晚上都會送水白天停 那很多人當然沒水就沒辦法煮飯了 也沒有通知 這是他唯一缺點 應該要事前通知讓居民儲水 不方便就為了水啦 水不方便 沒辦法為了大家 大眾人都要用到 你沒有這樣做也不行 對出負責道路擁護的南島 江武段也表示 已經將對這部分對主來水公司 進行出負負 未來經加土修自來水公司的工程程度 後面就審完可以趕緊火火進行 自來水管線施工的部分 是因為自來水管線太久 常常會發生報館搶救清洗 所以他就跟我們申請 從今年3月22號到7月19號 辦理自來水管線汰換 那汰換期間因為施工造成民營的部分 那我們對他也開出處分書跟罰款 那我們會知道他在申請的施工時間 是從今年的3月22號到7月19號 那盡速把它完成 中南路的自來水公司已經相當的勞工 因此外公司的工程是一定要做 但是對付經濟民生活部分的硬本措施 硬起民營 希望相關黨委可以度過的改善 即將領先採訪報道 對付經濟民生才能